我可以来 在南城安道九甲 雨上之前 肚子挺肝的 因为水位不可力有这么高的 之前两边都可以去看北边 最近特质庆 这是很跳胎 河阳湖的具体的水情到底有多重 接下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河阳湖它的流域具体的一些基本情况 包括它跟长江的关系 那它对于长江中下 有其他的江段的防汛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看看河阳湖 长江有150多公里是流经江西 然后江西境内的有五大河流 我们看看从土上看 有长江有信江有干江 还有修水等等 五大河流是从东南西三面汇流 注入到这个河阳湖当中 然后经过河阳湖集大之后 再进入到长江 因为承担着五河通长江 所以河阳湖成为了江西的一个集水盆 和五河入江的一个中传站 那么今年入训以来 强江也是造成长江流域的洪水持续暴涨 上涨的洪水通过了湖口线 刚才提到 湖口线向河阳湖的流域倒灌 而河阳湖地区相对 它地理位置是较低的 那上游支流洪水和本地的洪水的汇集在一块 所以导致了它的水位持续上涨 而且难以泄洪 那么最新的卫星摇杆监测 显示河阳湖主体 以及它的附近水域面积呢 已经达到十年来的最大 这也是我们判断它当前水行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究竟现在 河阳湖的汇集有多么的紧急 马上来连线我们在一线的记者 他现在具体位置是在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我们的记者宋飞经 现在来连线飞经 飞经 你现在是跟专业的救援人员在一起 我们知道这个消防救援力量是抗洪抢险当中 一支非常重要 也非常专业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 河阳湖现在迅情告急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 从哪些指标去判断 它的告急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他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飞经 好的沙尘 我现在是在江西消防救援总队的指挥中心 那么要了解江西省 博阳湖的防汛的整体情况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超大的水量 那么据我们了解到 在7月份以来 整个江西省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950年以来的最大值 那么截止到今天 江西省有9个重点的水文站所撤得的数据 仍然是超过警戒水位 那么这其中有两个水文站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九江的湖口水文站 另外一个是庐山的新子水文站 在江西的防汛的领域 素来有长江看湖口 博阳看新子这么一个说法 因此可见这两个水文站所测得的数据是一个情欲表 今天下午的时候 新子水文站所测得的数据是达到了22.58米 那么这个数据是超过了警戒水位3.58米 比1998年的历史峰值还要高上6厘米 那么在长江九江的这个湖口水文站 昨天凌晨也是测得了历史第一的这样一个水位的数据 那么就是说持续的高水位是导致现在 博阳湖这个汛情严峻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整个的应对层面呢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呢 也是统筹协调 他们现在与地方的党委政府已经形成了这个救援的合力 据我们了解 今天由国家防总跟应急管理部所调配的救援物资 也已经运抵了江西 那么在整个环博阳湖的3900公里的低防上 目前投入的力量是5万多人 在整体的这个救援力量方面 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呢 就是消防救援这么一支队伍 那么在现在江西的防训战斗当中 消防救援队伍投入了3000多人 那么可以说这是一支救援的尖兵 在洪水来犯最危险的时候 他们是冲锋在前 在救援拯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斗中 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从整体来看的话 整个博阳湖整个江西 实际上是从7月6号以后 殉情越来越严重的 那么在7月6号到7月8号之间 整个我们了解到 这个长江对博阳湖是发生过一次 这个水量的倒灌 那么当时整个倒灌的水量是达到了3亿立方米 那么受这个雨晴降水的叠加也导致呢 这些天以来整个的水位呢是持续在高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这两天我们在南昌 虽然看到天气好像是渐渐的放晴了 但是这个水位却并没有迅速的回落 而是仍然维持在高水位 并且呢是在缓慢的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接下来未来几天 险情应该会集中在哪些方面 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防汛的专家 吴学文女士 来吴老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据气象水文预报 我省长江河阳湖 长江干流河阳湖的水位将持续上涨 河阳湖的湖口站水位将于今晚出现超历史 超保证的水位 长江河阳湖的低防 长时间浸泡在水位高水位当中 发生险情的机率将大大增加 寻低防守的压力会持续增大 据气象预报 14号到17号 我省北部还有一次降雨过程 降雨带来的风浪 也会对低防的防守带来不利影响 我们将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立足当前的防汛形势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工作 好的 谢谢吴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那么现场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沙尘 好 谢谢飞经通过在一线给我们带来的 首先是关于抗洪救援力量的集结方面的介绍 包括刚才采访的这位现场的我们专业的人员 给我们介绍的关于当前汛情的一些判断的依据 谢谢飞经 那么接着我们 ROM saya 未经输之事 带来